算是乘虛而入 因為通常都說失戀的時候是人最脆弱的 那我就又送上溫暖 歡迎收看港男港女 Hello 你對著暗戀對象 尤其是小時候 你會對他做些什麼 花瓷麵 是一副花瓷麵 喝醉了錯 真的嗎 這麼明白嗎 很不懂得修飾 其實我所有喜怒哀樂 很容易看 不是很懂得修飾 把臉都畫出來 很著織的 我那些以為自己不著行織 其實是很著織的 要在他那裏搖搖搖搖搖 即是所有被你暗戀的對象 一定知道你在暗戀他了 我猜到也是的 不是 問他一千集都會有好笑的東西 是這樣的嗎 你不會有遮掩嗎 哎呀 很醜怪的 我以為自己有遮掩 都說了 我以為不著行織 其實很明顯 哦 原來是這樣 這次我們就有一個 跟暗戀有關的故事 我們找阿明 阿明仔 哈囉 主持你們好 我叫阿明 哈囉 阿明仔 你說來聽聽吧 你的暗戀故事是如何的 我一直都有一個暗戀對象 他上個星期失戀被分手 嗯 就找我和我哭訴 那我都算是承虛而入 因為通常都說失戀的時候是人最脆弱的嘛 那我就有送上溫暖 有康護他 這樣就得了手 而且我們還要是第三天 我們還有肉體關係 但是呢 奇就奇在 當我追到他之後 發生了關係之後 我就覺得很空虛 就是我都不知道怎樣說好 總之就 現在反而不是我想要的東西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觀眾立刻有腦電波叫我問你一些東西 你說追到手 你都是承虛而入 你都自己說了 三天之內還要跟別人肉體關係 就是很承虛和很移入 那你就做完全版的所有東西 觀眾要我問你的東西是 整個過程是開心還是不開心 包括你承虛而入 他向你投懷送抱 或者肉體關係 是不是肉體關係有些不開心還是怎樣 告訴你 當然他找我談判投懷送抱 我知道他分手的話 我當然是開心 他當然是不開心 有得發生肉體關係 那一刻我算是開心 哇 我暗了那麼久 終於跟他可以發生關係 我自己都沒有想到 有一天會這樣 但是 中途也沒有說不開心的東西 但是反而完了之後 現在我就覺得心靈很空虛 都不知道怎樣說到 這就不太好想問 問阿米 你不像經歷過這些情況 有沒有聽過類似這樣的個案子 沒有 你沒有聽過嗎 我都很想瞭解一下這個空虛感是來自甚麼 但我有些前節想問一下 就是你喜歡這個女生多久 三年 我能否形容為好似 好像知不知為何會有產後抑鬱的原因 很多人就問 為何會有產後抑鬱 可能有時有些媽媽就發現 生完出來之後 過了去的十個月的東西 突然間沒有了 它成為了另一個實體 要面對的東西又不同了 然而過去這個本身是和我共同體 有很多原因 產後抑鬱有很多原因 總之大概就是它突然間發現 咦?這裡的十個月的東西 變成另一個東西 有些相似 那個反應來不及了 有些相似 產後抑鬱當然 這裡又說了很多 當然有很多論說 也沒有得一概而論 產後抑鬱 但大致上阿米都說得對 因為有一個巨大的變化 這個巨大的變化不是人人都經歷到 就算你經歷到也不會經歷多少次 我一整天可以生多少個 所以這個巨大的變化不是人人都適應到的 所以產後抑鬱是可以理解的 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我追求到了 還要它得米 應該又很開心 但有些人偏偏 這個案子我也聽過很少 偏偏就是我追求的時候 反而是我最開心的時候 我追到手 不要管它有沒有肉體關係 我追到手之後 反而它就會分手 它會走 這個我希望這樣說 不會影響到阿明仔 你一會兒的決定 或者你的想法 反而追到手就分手了 這些人有好色人是這樣的 我有聽過有些人形容 其實他只是喜歡享受追人的過程 追到反而他已經怎樣 不是我成功了 是的 我戴著手錶了 這個反而就是他要的東西 這個過程 所以他答應完之後 其實我沒有想過要他持續發展 是的就走得了 你答應完我就說 嘩 正 吃一口 走得分手 那就完了 因為完成了我的任務 是的 最喜歡要的這個過程 已經做了 是不是下班 我想問一下明仔 你是不是好像我剛才所說的 希望不要影響到你 你自己說回自己的經歷 或者你心裡想的情況 我也沒有向這個方面想 但是我覺得我暗戀他 我真的喜歡他的 但是我沒有想過自己 是不是真的純粹為了得手 然後又變成害怕了之後 要跟他一起發生的事 但是如果這樣 然後再分手 好像對一個女生 好像這樣 雙上加雙 他本身已經是不開心 被分手哭訴的了 然後三天之後 三天之後 你又分手 再找另一個 是的 所以我覺得自己好像很壞 渣男 但是我自己真的喜歡他的 所以我不知道現在怎樣 旁人就 我想大多數 普遍都認為你是壞的 是壞的 但是你去到這個時刻 你真的覺得自己是喜歡這個女生 是的 只不過這一刻心虛 不知道怎想解釋 我不知道做什麼不 뭔事 我自己 當事 был找到 sich問你能否能夠形容 不妨得 upstream 你覺得這個兇虛 是甚麼時候會出現的 就是搞完之後第二天 那你覺得這個兇虛原因 那 forced 你會覺得 沒有實 seit established 即是你現在沒有要再有 RPG 那種招私無начала 招自無想 才冒想她 其實我也有想過幾方面 第一 會不會是因為已經沒有一個標 就是我有個暗影對象 我可能經常要關注她 我要留意她這個 還是我可能是因為她其實不是真的喜歡我 是純粹想跟我傾訴 所以不小心才跟我有肉體關係 還有另一方面可能就是 不知道到底我們維持得久不久 就是有很多問題 你們是確立了你們做情侶嗎 沒有正式說 不過我覺得發生了關係也不算情侶 就是做了事情 雙手都做出來 但嘴巴還未說 我不知道你們現在新一代有時候是可以不是的 不要說你們小時候 我們成年人更加可以不是的 會不會做些事情 或者是問一些問題去確立這個關係呢 是否用言語去確立呢 這個留給你自己去衡量 因為言語上的確立的確有一個好處 就是不會有誤會 你是不是做我女朋友 沒有得誤會的 尤其是對方 你也會說 是最脆弱時候 你有個壞子就承虛而入 所以人家脆弱的時候 可能繞著你的手 拖著你的手 很正常 比我脆弱的時候 我也是會這樣做的 確立一下 沒有蝕底的 其次 對你來說 因為有幾個不利的因素 令你這個確立不得清晰 例如你都知道你成虛而入 你和她的追求過程 簡單來說是沒有 是突然間 天下降下來的機會 然後你就和別人發生了肉體的關係 所以你去追求她的過程 或者你和她的確立 這個情侶關係的過程 都稍微有些脆弱的 所以你會不會做就了你後來比較空虛的感受 也有可能的 其二 你也似乎沒有試過很多拍拖的經驗 可能你和這個女生 剛剛確立了去到一個階段 去下一步的時候 可能你生命裡沒有很多經驗 所以你心理上覺得自己 不想要後面那一段 就像剛才那些人 我們說的那種人 他很喜歡追求過程 但追求完之後 後面的事情他很害怕 或者怎樣 他不想去下一步 追求完之後 就分手就走了 你也可以試一試 你可以和她試一試 再安排後續的事 看看你和她如果真的在一起的話 那些事情會不會令你也有些享受呢 好 放膽去試 21歲仔 很好 青春無敵 至少你及早知道自己 亦及早知道女方的心意 對嗎 繼續走下去 這個緣份 能不能正式問牙開始 那就只是看你們兩個自己的相方 好嗎 希望你做一個正確決定 好 嘗試到 其實我自己看 無論如何都是賺的 在你人生裏面 你無論如何都試了一堂課 亦都了解一下你自己 對女生來說 亦都是相對公平的一個嘗試 起碼我都試過和你一起 如果去到最後真的不行 真的要分手 起碼我都努力過 你自己良心都過意得去一點 好 好 祝福你和這個女生 希望你不是一時衝動 好嗎 好 多謝你 拜拜 好 所以我有時候人生裏面 有些事情 真的要一試 尤其是在安全的情況下 你不會後悔 你見到不會後悔 其實真的可以一試 以前很多事情我都沒有試 現在時間一去不防返 我再不是十八二十二了 其實我也蠻大膽 雖然我很蛇龜 但其實也很大膽 好像試過很多事情 對 看來我經常 你觀眾看到我一開閘 都會問她的問題 她總是有回應我 你知道這個女生也很有經歷 對不對 難道我在腦袋裡 FF自己出軌一萬次 又說你知道嗎 對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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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對這件事又怎樣看 明仔這件事 大家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讚好我們的影片 最重要是兩個s 包括分享給其他朋友看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另外我們也有會員 你們成為會員 是我們的支持和鼓勵 我們也很感謝大家 另外成為會員之後 會有我們來製作 例如短劇 甚至其他形式的製作 還有就是可以看到我們 過往這麼多集的 封印的全版本 是這個很重要 說起製作劇集 我們也順便在這裡 招募一下演員 我們剛剛才看完 我們頭五集的剪接 他們報了名的 可能會說 哎呀報了名 這麼久還未開的 接下來 我們謹慎製作 希望做到百米一梳 不是 什麼百米一梳 百米一梳 百米一梳 就是萬模一梳 什麼百米一梳 百米一梳 是負面的 我希望做到萬模一梳 你也變成我了 對呀 影響到我的氣場 中文差了 希望做到萬模一梳 希望大家參與的時候 不要脫頭脫計 希望有一個順暢的製作 所以我們一試拍了五集 我們五集應該 在這集出街的時候 希望都出了街 那些五集大家給我們留言 我們希望做得更加好 所以如果大家都希望 和我們一起拍一些搞笑片 和我們一起合作的話 就是WhatsApp我們 影片下方文字介紹 可以有一個WhatsApp WhatsApp告訴我們 你有興趣 你是想成為演員的 描述一下你簡單的個人的一個形容 如果大家都想和我們分享一些心思 或者一些經歷 都可以用WhatsApp告訴我們 我們知道的 好 那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